- 港湾新闻网,经贸和你聊,我是蒋全安,各位观众,我们又在空中相会了,今天我们又有幸的邀请到我们奥利康生物科技公司的董事长,林水茂,林董事长,董事长好,曼光, 董事长你好,还有各位港湾新闻的朋友大家好,董事长之前有上过我们的节目,主要是讲你的公司,您的对于这个橄榄油的这个投入,那今天我们想谈一下这个食品安全,那食品安全在我们台湾这个已开发中国家,我们台湾是进入已开发国家了,那这个对于身体健康的要求特别高,我们台湾在80年代就已经有这个食品安全法,那逐步逐步的要求我们的这个, 这个食品里面用油啊,特别的要求,那我想说请教一下您这边,对于这个食品用油这一方面啊,您有什么的看法,然后再来就是说,以橄榄油来讲的话,它是在食品这个用油里面是一个什么样的层次 好的,这个谢谢主持人给我这个机会啊,那个我进入这个产业啊,大概整整十年了,以前呢,因为在金融业服务,从来没想到柴米油盐江苏茶这件事情 因为这样的因缘接触呢,我才知道,哇,名以实为天,老祖宗讲这句话,不是随便讲的,因为我们所有的这个吃进去的东西呢,就会影响到我们的健康嘛,所以叫做这个病虫口入,所以呢,食安如果没有解决,后面的问题就很严重,身体就会产生很多问题嘛,我们就需要健保,但是呢,这个我们这个演变呢, 从一个我们叫做Full Security到Full Safety,这是两个阶段的工作,从一个有东西吃,每一个人都有东西吃,这是政府的政策叫Full Security,就要保证人人有饭吃,那政府也要保证Full Safety,可是好多国家都做不起来,做不好,你看我们,也定了这么严格的法律,可是每隔一段时间就有问题, 包含最近的问题,对不对,所以呢,我刚好这十年来,因为投入这个橄榄油这个产业,那常常来玩于澳洲跟亚洲不同的这个区域,我发觉到,咦,这有一个很不一样的差异在哪里,在澳洲呢,以橄榄油来讲呢,就全世界,不可以做化学金链油的国家,哦,就是它的橄榄油,是不可以用化学来提炼,添加,都不可以的,它只能做特级能压油,是是是是, 全世界产量最多的都不在澳洲,是在地中海,那地中海地区呢,有好油,也有化学油,但是澳洲产量很小,澳洲它法令上是怎么规定这个油品,是的,它就是,它第一个,除了法令外,最主要是来自于协会的监管,协会,橄榄油协会,哦,里面有个橄榄油协会,对,它这个对会员的这个监管,非常的严格,不是政府单位吗,嗯,其实政府,呃,有政府的法规,但是还不足,哦, 那这个协会呢,要来帮你做所有的认证,是,所以呢,所有的产品都要经过澳洲专业的感染油实验室,做七十几项的检测,是,检测通过了,才给你认证,是,它是一个独立机构,了解,那,那这个协会的成员是,比如说,你是厂商,对,或是某些专业的,对,这个,基本上是,对,基本上是,对,基本上是以业者为主,业者为主,要考试吗,还有,也没有,但是你要, 每年,每年,每两年要填一个申报表,是,它会检查你,是,是,就是,我们叫,呃,最佳行为准设,是,是,是,有点像我们台湾那个什么,那个,那个,那个什么药厂,它有个GMP,对,对,对,这种,它好像每年都要去,对,就要去检验你这个药厂一样,对,对,但是它是很严格来监督这个,从这个生产者一直到销售者,是,销售者也,也在这范围内吗,是的,像我是澳洲感染学的会员,是,那我们出来生产的, 规范以外,我的销售,我也要接受监督,是,那个表里面啊,要自己去回报说,我有没有进口别的国家的油啊,我有没有去,用比较便宜的油来混合,然后假冒澳洲的油,是,是,是,就自我诚信,对,对,自己很清楚的要,对,对,自我要求,对,对,然后要求完了以后呢,要跟他报告,签字,签字好,也送上去,嗯,其实在澳洲是这样的,他很相信每一个人,是,但是你被,你犯罪被抓到,那就很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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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很严格,很严格,很严格,我举一个例子就是,这个曾经这个蛋啊,有分圈养跟放养的,嗯,然后呢,这个商人曾把那个圈养的蛋啊,嗯,把它写放养,这一抓到,你说什么蛋,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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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蛋,那个上面你要标示,你这是圈养,就是,呃,关在笼子里面养的,是,还是放在外面的左,左地基,就是我们讲的,左地基,我知道,我知道,我知道,但是,你只要假冒,你被抓到,将近划了六千万台阶, 而且,你这个最,你在这个产业啊,你要几乎很难再生存,哦,了解,了解,那台湾呢,我们台湾目前,比如说在这个,油的这一块的,不管是生产,或是,行销通路上面,有这样的协会吗,有这样的组成吗,嗯,我觉得最起来是这样子,我们,我觉得我们的法力,已经垫得很严谨,是,但是常常有人去钻漏洞,了解,那因为我觉得,花了还不够,哦,那,我认为两,两边,我十年来呢,花了最大的, 一个差异是,台湾事实上是,呃,不像澳洲,澳洲是管产品以外,管你这个人,管你这个人怎么说呢,你的记录,哦,就是企业生产者,或是行销者,对于我的产品的销售,或是我生产的过程,你有没有造假犯罪记录,是我要求要很高,就照那个水平来走就对了,如果你有这种犯罪记录,协会可能就不会让你,就把你踢出去,哦,那你踢出去以后,你以后你的产品就得不到协会的认证,是,所以呢,你就没有第三方,没办法再, 在澳洲这个,这个油品的产业里面去生存,对,哦,那台湾现在是,你看哦,从几十年来,嗯,被,不小心被逮到了,就花点钱道歉,哦,然后时间过了以后,他换一个,大家就忘记了,换一个,所以我认为,这样的食安是不可能断掉,哦,所以你刚才有讲到,为什么澳洲的政府呢,他的法令规定上面是针对人,也就是说你这个企业,人跟产品同时,同时,那,如果说你有犯过错, 然后呢,被罚过了以后,你就被踢出这个行业,那台湾不是就是,我还可以换个品牌,对啊,换个公司啊,哦,这样子,所以台湾的这个视频安全的要求上面,就一直没办法进步,是的,是的,那,那,譬如说,以你现在在,呃,大陆,呃,澳洲所生产的这个奥利康生物科技工具的这个橄榄油,到台湾来这边做销售的时候,你是按照澳洲的法律标准,对啊,还是按照台湾呢,两边都要,哦,怎么说,两边,因为我们要离开澳洲之后, 之前,这些都要检验,都要通过,是以以生产者的角度,你要对澳洲政府那边,澳洲那边才会给你认证,那你到台湾,当然要遵守台湾的法律规定,台湾的法律规定,譬如说,对油脂的一些相关,包括后面进来以后,要去做SGS的检测,这些呢,也是要符合台湾的规定,那台湾的规定是比较严格的,还是澳洲的规定会比较严格,比如说,通路上面,应该是说,就橄榄油来讲,台湾的规定是比较严格的,还是澳洲的规定会比较严格,比如 是没有专业的感染油机构,在做检验,有其他的油品,对啦,他就依照,依照这个,比如说,请这个SGS来做检测,那他有相关的这个,衛福部的这些规定,你只要没有这些问题,那当然就合污台湾的法律,但是事实上要有一天,如果我们有一个专业的感染油实验室,那就不一样了,现在有吗,现在没有,我们不要说只局限于在感染油,比如说油品的,要是, 我们现在就委托一些检测机构,好像SGS,还有那个什么,台湾好像有食品研究所吧,这个单位也,但是就是说,针对感染油这个还没有专业的,没有专业的,了解,因为市场小的关系,但是澳洲的人口跟我们台湾差不多耶,所以,但是呢,他对这种食品的要求就这么严格,他有一个很独立性的实验室,了解,了解,了解,那有没有可能台湾会,可以跟澳洲的,这个所谓的感染油协会, 来学习,就是我们也建立一个,比如说,实用油协会,有这样的一个单位吗,现在台湾,我相信台湾已经有很多油脂的协会了,但是呢,这些协会到底能不能执行这么严格的,自我要求,可能这个方面还有带商榷就对了,你严格下去以后,那你这个可能可以通过了这个油,数量可能会减少, 但是台湾已经逐步走向一个,已开发国家,对于身体的健康是非常重视的,我们现在常常谈到就是预防重于治疗嘛,那如果说在预防方面来讲,照理讲,这个生产厂商,在这一方面,应该自我的要求都学习澳洲,可能是,对台湾未来的这个, 生活水平啊,或者发展的水平会更高一点,像您这样子的一个,自我要求那么高的这个厂商啊,我相信应该是属于一种绿生活很重视的一个企业精神,在这一方面,您当初有这个想法吗,在这个方面,我们其实是,就像我刚刚,我们从金融转大这个行业,完全是意外,但是也因为意外开启了另外一三门,我知道金融业对自我的要求, 管制很严格的耶,是是是,所以呢,就感染有产业来讲,其实是一个非常,早就已经是一个立化的一个,因为我们种了这个树,四到五年采收,可以开始开发结果,它可以活两千年,哦是哦,感染树可以活那么久,所以中间你不太需要,把它砍掉重来啦,除非它生病了,就是它稀碳也有相当的,对对对对,所以你,你只要给它足够的水啦,足够的回来照顾,它就会长得很好,所以呢, 所以你从事这个橄榄油的这个生意,这个制造,生产制造,是一举好几得,也可以那个稀碳,然后呢,我相信你的公司的ESG,那个报表应该是很漂亮的,理解,因为在澳洲,我觉得因为,发觉到从这个2011年一开始,它就全世界第一个设立碳钱交易所的国家,然后我们这一块呢,就非常重,像我们的楼房一千多公斤, 也生动植物,生态保护良好,虽然是你的土地,但是呢,当这一片区原来都是草皮,那后来改种橄榄树以后呢,它有一个限制,从抽水,到你面积的开花,到保护当地盐区,盐生态的这个动物植物啊,非常严格的,哦,是的,所以你看我们买了一千两百多公斤,可是真正能用的只有四百多公斤,哦,了解了,然后有八百多公斤, 四百多公斤是保护灵,在保护灵里面不是只有动物,包括植物,那我请教,那保护灵里面是你是,我们是地主,地主你自己本身也要去养护它吗?没有,你就不要去破坏就好了,你就维持那个原生态,那动物植物它自然会生长,那会不会那些动物啊,或植物会侵害到你的这个橄榄油的这个症状?好问题哦,这个我每一次在农场傍晚的时候,就看那个袋鼠从我们的农场,啪啪啪啪排队回到它的园区去, 然后平常跑到农场来,它不会去破坏我们的农场,是,这个很奇怪,它会不会摘你的橄榄油的橄榄油的橄榄子?也不会,因为很难吃啊,很苦涩,连这个鸟都不会来吃,了解了解了解,所以从事这个行业真的是一举多得啊?对啊,我觉得澳洲几十年来我的感觉是一个比较,因为地广人稀嘛,然后对于繁保,对于动植物本身就非常的用概念,所以您的产品呢,基本上生产的,从种植, 一直到生产加工,一直到销售的过程,是,完全现在目前就是依照这个,联合国的这个,这个什么,气候变形协议啊,内容上面在推动这些数据,几乎是这个已经标准化,就这样说,那你觉得以你现在的想法,你到了台湾,回来台湾这边,来销售这个东西,那你觉得台湾在这个领域里面,有哪些需要改进的?不改,我可能会得罪一些我们,我们台湾的业者,但是,台湾业者也很理解, 你应该提一些建议说,还可以再加强的,我举一个例子啦,有几个例子,譬如说我们呢,橄榄油做好以后,最怕阳光跟热,因为加速氧化,所以我们在装的时候,我们一定是用墨绿色,或是有墨黑色的这种瓶子来装,所以这个瓶子,玻璃瓶本来就可以recycle,可以重复使用,所以呢,至少减少掉一部分,这个货需的这种问题,如果你用塑胶筒来装,那就会有塑胶筒的问题, 那我们也会用那个铁桶,所以那个铁桶也可以循环使用,所以几乎从这个使用端来讲,从包装到使用者,他自己都可以循环使用,了解了解,那我再请教你一个,另外一个程式的一个问题,就是,我们现在食用油里面,除了这个您在从事的橄榄油以外,那还有一般最常用的是沙拉油, 我不晓得,沙拉油这个生产制造的过程里面,它是不是符合,像您刚才讲到的环保啦,或是绿生活这一块的条件啦,沙拉油,我的认知是这样的,因为沙拉油是有八种种子可以来做嘛,所以它都来自各种我们的,这个,比如说种子类,比如说芥菜花籽啦,大豆啦,这一系列, 所以呢,那一段能不能做绿化,能不能做到像ESG这样的要求,那是生产者的一个,本身的良心啦,对对对,还有市场竞争的问题,那第二个阶段进入开始,把这些种子,要做成油里面,基本上它是要加热,但是加热的过程呢,它还要加入这个溶剂,像正极碗化学剂,那这样才能够,正极碗化学剂是什么呢,正极碗化学剂其实是用石油提炼的一种, 石油,不是那个吃的石油,是那个,汽车用的那个石油,汽车用的那种石油,那个溶剂呢,大概在1920年以后,就开始被发现,这种溶剂其实本来是用清洗汽车,刹车那个来令用的清洁剂嘛,但是后来发觉把这个种子呢,浸泡加热以后,放在溶剂里面去煮的时候呢,产油力变得非常高, 所以像我们的祖先,早就有在用这个种子类的油啊,可是那时候没有化学剂,所以产量很低,不容易吃到油,所以大部分都其实是猪油啦,这一类动物油嘛,那植物油大概在1920年,从德国后来慢慢到日本,那台湾我估计在1960年以后,就大量的使用,所以我们就吃了很多这一类的油,那它中间呢,一定用高温去煮,可能250度,然后去萃取才有办法, 然后最后再用这个,用蒸瘤的方式呢,再把这个化学溶剂呢,跟油拆开来,那我想这个,拆开可以拆得很干净嘛,嗯,这个,我想走过就会留下痕迹啦,但是可能那时候,因为它符合这个,相关的影视的标准,只要多少个PPM就可以,但是这种溶剂,这种溶剂完全,如果没有办法分离,吃到人体,其实最末梢 就会开始伤害,了解了解,很高兴,我们今天邀请到我们林水茂董事长,在这个专业的方面,特别食用油这个方面呢,做了一些,呃,比较广泛性的这个说明,那我们消费者呢,大家知道说,我们事实上在台湾,我们的食品安全非常的重要,那特别在食用油这方面呢,要逐步逐步的,要符合这个环保以外,还有就是我们绿生活,当然这个品质要求越,越好,对我们身体的健康越来越好嘛,我们今天再次的感谢, 谢谢我们这个林水茂董事长呢,呃,来跟我们做精辟的解说,那也非常感谢我们的玉达报官公司呢,独家赞助我们这个活动,那我们下个节目呢,我们再来跟林水茂董事长来讨论一下,他本身在这个冷压橄榄油这一方面呢,他有哪些的这个,呃,符合我们健康标准的这个优势,今天我们就节目到这边,谢谢我们各位观众,我们下期再会,谢谢大家, 明星来的合作伙伴,玉达报官,07-3336839